台中市法治局長李善執 因為年輕專業 經常穿上合身西裝 日韓系歐巴風格 在台中市府團隊中特別突出 但已經結婚生子的他 這一段LINE對話截圖 讓人誤會 難道他要惹上什麼風波了嗎 傳訊說有個人私事 晚上聊 卻趁機對很多人告白 同事知道說我已經結婚 而且我不會做這種事 所以就馬上有質問對方說 你是不是局長 原來是有心人士 冒名還盜用他大頭照 就怕引發誤會 李善執趕緊投文字清 指出這個冒名者 涉嫌違反著作權法 肖像權 個資法 不只可能會被關 還構成民事侵權行為 除了告白以外 可能下一次可能是借錢 或甚至在公務的使用上 可能用我的名義去 向其他機關的同仁要資料 或者是拿一些公務的機密文件 他推斷對方冒名 想毀損他名譽的成分居高 之前直接盜用你的LINE的帳號 真正的本人他是不能登錄的 他可能就馬上報警 但是現在用新的詐騙手法是 他創了一個一模一樣的LINE帳號 這時候你本人不知道你被盜用了 局長已經向警方備案 因為對方正確使用他原本LINE的大頭照跟名字 應該是有他的LINE 但互動頻率不高 其實在LINE通訊上想冒名真的不難 刑大科技犯罪偵查隊長說 網路上虛擬空間的確有很大自由度 但使用者必須考慮是否侵害到法律層面 因為對他們來說 犯罪調查就是歷程路徑跟案件關聯的比對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TVBS新聞陳其君洪採入台中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